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據報導所說 拜登在上星期六離奇咬柴 在昨天去到特拉華州樹體骨科醫生 同一時間 CNN做了一件極為不尋常的舉動 在昨天 他們刊登了一篇爆拜登醜聞的一宗報導 為何說他不尋常 因為這家主流媒體 他們一貫以來的政治立場就是撐登 現在竟然間 不知道是不是聞到震除 發現到世息不對 就想反轉豬肚說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這一篇CNN的所謂醜聞報導 是說什麼 其實就是牽涉到一些匿名政治獻金 CNN這篇報道 他就寫得很清楚 叫做Dark Money Dark有一個引號 括著 Dark Money用中文直譯 即是說黑錢 標題是這樣寫的 Democrats derived dark money 民主黨人就嘲笑那些黑錢 But a new analyze shows it helped boost Joe Biden 但是一個新的分析顯示 那些黑錢 是有助於拜登來競選的 幫了他一把 這個是CNN起的標題 不是作出來的 如果那些人不相信 就可以去Google 那裡把這個標題打出來搜尋 找得到CNN的報導 那這一篇報導的內容是怎麼說的呢 他們就說根據這個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這個叫做 響應政治中心的分析 就說在今屆的大選當中 一共有三億二千萬美金的匿名政治獻金 是幫助了民主黨和拜登 來競逐選舉的 超過了共和黨所收到的匿名獻金的兩倍 這些匿名獻金最大受益者就是拜登 有接近一億三千二百萬美元 就是支持他來競逐總統 相比之下 特朗普就只有兩千兩百萬這些匿名獻金 根據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定義 什麼叫做Dark Money黑錢呢 就是那些未有披露資金來源的捐贈 包括了那些來自空殼公司的資金 就為之是Dark Money 那這一篇CNN報導的另一個重點 就是揭露了在捐獻給民主黨那三億兩千萬的匿名政治獻金當中 有接近三份之一 是來自一個左派金主組織 叫做163基金 那麼這個163基金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那些左派團體的樞紐 專門就是為那些左派 自由派來提供行政 法律和會計服務 這個163基金 還有一些分支的組織 包括了叫做Demand Justice 要求正義 這個組織專門就是反對特朗普總統那些司法官員的任命 大家看到了 背後所隱藏著那個利益關係網 就是錯綜複雜 千絲萬縷 好了 這一宗關於拜登的醜聞 為什麼會在這麽敏感的時刻 忽然之間 由CNN爆出來呢 到底它爆料的居心何在呢 這個反而更加值得來分析 我想到有幾個可能性出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CNN可能嗅到那股焦味 就察覺到細色不對 這個拜登真是低腳 不單是政治上的低腳 各路人馬就向他勾索政治囚容 政治分封 勾索他拿一官半職來做 而且他似乎在物理上都低腳 他咬柴 是差在未拉柴 而在前晚的CNN電視台報道當中 也出現了一個挺強烈的訊號 他們竟然圖文並某地說述了 特朗普的可能連任之路 究竟是怎樣走下去的 就是拜登可能拿不到270票 而最終如果是交由眾議院每週一票的方式 特朗普會以26對23票取得連任 他們就完全講述了特朗普陣營 在政治上來怎樣操作 就是打這個州議會的憲法保衛戰 我們之前幾節有提過 他們竟然詳細地說這些出來 這些事情在他們文字版本上是沒有的 其他主流媒體也不說 每個人都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但大家知道 特朗普在賓州已經開始這個操作 接下來將會在亞利桑拿州 在喬治亞州都會有類似的操作 當然行不行 就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但起碼踏出了第一步 CNN連續兩個奇怪的舉動 即是說圖文並茂地敘述特朗普的連任之路 以及揭發拜登的醜聞 其實就是有違他們這個傳媒機構的一貫政治立場 因為他們就是拜登的擁護者 長期以來CNN都被特朗普說他是假新聞 就是亂來報導關於特朗普的事跡 待會又宣稱拜登是總統當選人 待會又說特朗普所作出的選舉舞弊指控 就是無根無據 現在幾天有兩個這麼奇怪的舉動 你很難不讓人聯想到 究竟你是否想做好兩手準備 是不是想買兩邊 一旦特朗普真的連任的時候 他們起碼有些渣渣 不是說完全壓下去拜登那邊 他們是不是想有這個操作 我認為是也不奇怪 只是看看賀錦麗參議員 到現在都差不多12月了 他又說自己是副總統當選人 但是仍然對於這個議席 是戀斬不捨的 如果他認為 都已經是半隻腳叉入白宮的時候 為什麼他還要抱著這個議席不放呢 即是說連他自己都不能夠百分之一百肯定得到 他會做了副總統 如果不是就不需要抱著位不放 你會有些渣渣 你CNN是不是想有些渣渣呢 至於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呢 就是趁著這個混亂的機會 利用一些沒有那麼大殺傷力的所謂醜聞 來幫拜登和民主黨的陣營轉而視線 大家都知道 那些主流媒體煩親報導 特朗普陣營他們作出的選舉舞弊指控的時候 都總會在下方加一句 就說特朗普所提出的東西是沒有跟沒有強的 這樣 現在呢 CNN就主動弄了這篇這樣的東西出來 老實說 你問我 沒有什麼大震撼性的 所謂的dark money 那麼多戒以來都有的 是不是啊 匿名政治獻金 那麼如果在太平城勢 無事無幹的情況之下爆出來呢 可能會很轟動都不定的 但是現在一早就已經有更加轟動的東西是蓋過了 這個選舉舞弊行為 就已經是最令人唐木傑蝕的了 你有什麼可能想利用修改這個選舉結果 無論是出籤也好 做票也好 實時改票也好 你這樣就等同於是蝕國的 是等同於變相的奪權 是政變行為 那麼這些的指控當然就是 比起這些什麼dark money 黑錢 匿名政治獻金 是嚴重一百倍 是不是啊 啊 那麼為什麼 在那些的指控上面 CNN就不作大蝙蝠的報道 反而在這些細眉細眼的東西 他們就整篇文章出來呢 這些完全就是叫做小毛見大毛 是就著來罵的 所以我認為他們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為了轉而視線 好了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什麼呢 他們也可能會認定拜登已經當選的 於是乎就趁著這個時間 就扮演好這個忠誠反對派主流媒體的角色 那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要給那些主流媒體那些盲目的追隨者一種錯覺 我以為那些主流媒體仍然是會勇於這樣來發掘真相的 仍然是會報導一些政治人物的醜聞的 就不像特朗普所說的fake news假新聞 這個是錯覺來的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有更加嚴重的東西 選舉舞弊行為 政變行為 那些你不去報導 你只是去報導這些細小的東西 你是選擇性來去報導 但是那些主流媒體的盲目追隨者 就可能已經是滿足了 就會覺得這個媒體就相當理性 有跟有強的東西他才說 所以CNN的這篇報導 的確是能夠在他那些盲目追隨者當中 是提升了自身的公信力 就看那些人覺得 都不是fake news 是不是 拜登的醜聞人們都肯去報導 你又經常說人家支持拜登 但是老實說 這單所謂醜聞就是叫做老鼠尾生倉 大極有限 最下一個可能性是什麼呢 就是CNN可能也要出於一個現實的考慮 就是因為他們的收視 仆值 沒有人看 被那些市民離棄 而現在就被迫來去報導 一些拜登的醜聞想挽救收視 這個可能性也不奇怪 因為就算Fox News他們也是這樣 他們曾經有一段時間想離棄特朗普 就想傾側去到拜登的陣營那邊 但是轉眼間 他們的地位就被Newsmax取代 當然特朗普就給足面這個Fox 在他大選之後 第一個專訪都給了這個Fox 希望他們就做得好些 CNN到底是不是想挽救收視 而報這些事情 我認為也不奇怪 有以上的幾個可能性 同時之間我還想說多一件事 就是CNN被人回帶 那些網民在網上不斷傳一件事 就是CNN在2006年的時候的一宗報道 時任的美國總統就是喬治布殊 CNN這篇報道聲稱 說Smartmatic這家投票機公司 和委內瑞拉政府有著緊密聯繫 查韋斯政府不僅有份投資 連董事會成員都有委內瑞拉政府的人 查韋斯政府在2004年大選當中 判了一個9100萬美元的合約 是給這家Smartmatic 你又報道這些事情 但是來到今時今日 當然他們就說 電子投票電子點票是完全沒有問題 是安全的 這些就是此一時彼一時 這些就是主流媒體的偽善 根本上你就是為了你背後的政治派系和政治利益來服務 就貌似為民眾去普打不平 說到那些投票機是多麼不堪 那你又勇 Smartmatic根本上就是跟Dominion有關 朱利亞也爆了出來 那你又勇 你又不說那家Dominion有什麼問題 當時你又說Smartmatic有問題 當然是說 那時候是共和黨贏了總統大衛回來 這些是否偽善 是否辱孫 而且這些主流媒體是報過的 我周時見到有些人說 你這個台港的主流媒體沒有報的 真是假的 主流媒體自己曾經報過的 他都可以不認賬 當沒有發生過 2006年而已 十幾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說到大喊十 現在就猛話沒有問題 我到底應該信哪一篇的報道好呢 還有大家留意一下 CNN出了這篇拜登的醜聞 到底那些左翼評論員 究竟敢不敢說呢 還是看不到臭屎物 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